射西瓜皮 也不錯 對啊 所以這都是可以被設計 那其實在講這些你們都會有 我們在講的過程中都會有 其實最簡單就是騎乘爪的 這個你們就想一開始我要怎麼破冰 比如說你們剛上來的時候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個人穿西裝 他好像是離開褲 有注意到嗎? 真的嗎? 樓下樓下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人 你看到了嗎? 真的嗎? 沒有我只是假設而已 這就是一個opening 為什麼要做一些opening 是因為你要跟觀眾拉近距離 你一開始就必須要跟他拉近距離 你不能一開始就是 不知道在看誰 因為你唯有跟觀眾一開始就建立關係 你的演講才會相對的順利 相對的 因為不見得 因為每個人開口無感 所以記得有opening 開始演講的時候 你要設計一些梗一些橋段 你可以是時事 跟你的講點是有關係的 你可以是一個笑話 就比如說 就比如說 算了 沒有跟 就比如說 還有什麼 還有新聞時事 就是一些大家有共感 你們知道黃色小鴨 今天早上在opening的時候又爆了嗎?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之類的 但是黃色小鴨的創作者 他沒有參加opening 你們知道嗎? 對 因為犯可欠 對 因為犯可欠 做COVID的動作 對 那這些都是可以拉中 但是 要跟你的主題有相關性 要嘛就有相關性 要嘛就是 你就是一個很輕鬆的一個笑話 或者是一個預言 或者是一個什麼笑話 什麼故事都可以 都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主結構 你的主結構 其實我們通常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不會設計太多東西 要給你的聽眾 聽太多東西 因為 聽太多東西 最後 最後 觀眾只會 哇 今天的演講好豐富喔 然後回去之後 又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因為 那今天演講什麼 今天演講很精彩啊 那今天講什麼 嗯 嗯 那個講是蠻有名的 對對對 又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所以其實 我們在演講的時候 會有一些大標題 大標題 比如說 我今天跟大家講的 第一個 重點就是 要跟觀眾 拉近距離 跟觀眾拉近距離 你的大標題是 可以一直被重複的 可以一直被重複的 就比如說 Steven Jobs 最喜歡講 This is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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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 iPad那種 Maker Air 對他會一直 一直講 他就是要在你的腦海裡 一直打 一直打 這樣你就會印象深刻 好 也許不知道 這個 Steven Jobs 他只是給參謂發表會 回去之後 你不知道那個CPU是什麼東西 你也不知道那個記憶體是什麼鬼 你不會知道 是我們技術有多麼厲害 但是你知道那是Maker Air 而且很屌 從這個 那個 牛皮子彈拿出來 哇靠 對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夠了 這個是演講 呃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之一 好 那再來就是 你當然要引發 那個 你的聽眾的興趣 聽眾的興趣 聽眾的興趣有幾種 第一個你要知道 這一些 人的背景是什麼 比如說 在座各位 大部分是大學生 大部分 絕大部分 那你應該就放一些 議題是跟大學生有關係的 去吸引他 去吸引他 好 當然是看你的主題是什麼 比如說環島 環島其實就很好講 對啊 大家應該都會有環島的想法 有想要環島先舉照 不要客氣 沒有沒關係 沒有我會怎麼樣 對對對 對我會殺你 對對對 對啊看 在座就有大概七成 那你可以就是用膩 如果你自己有最好 好像我也去分享過 就是我去荒野保護協會 去分享過 為什麼錄 就是為什麼錄 就是錄圍金鐘講 那一集是什麼東西 像我那一集是去 去桃園的白石山 去拍一個寶玉類植物 叫燕紅鹿子百合 新燕的燕紅色的紅 然後鹿是那個就是鹿 指鹿有沒有鹿 鹿子百合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台灣特有種植物 百合剛剛都是長這樣嘛 對不對 那它是整個往後綻放 它的花瓣是往後綻放 而且它只長在三牙 三牙 三牙的牙壁 三牙的牙壁 所以採訪的時候 我們必須架設設備 把主持人跟攝影師 還有解說員 全部放在半空中採訪 所以那一年就入圍了金鐘獎 還蠻爽的 雖然最後沒有得到這個金鐘獎 不過沒關係 因為今年得了 對對對 那你就要跟他們講 就從這個過程中跟他們講 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能吸引他的這個目光 注意力 目光跟注意力 那再來就是 你要去跟他講一些原因 你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很重要啊 你不是就是平白無故 就是想要 當然的確是常不帶目的的做一些事情 這很難講 對啊 不過他總是 阿良說嘛 出發總是有一個目的 對啊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很清楚你的目的 然後這個目的是可以去感動人 在演講啊 其實你不用擔心的是 你很多東西你可以以結果論 你做完這件事情 你自己在深刻的體會反思之後 你可以拿出一些元素 或是在賦予他 哦 原來我做這件事情 是有這樣的意義 比如說 環島給你最大的體驗是 不要環島 環島會瘦的迷思 環島不會變瘦 這是一個很好的答案 環島真的 不見得會變瘦 不見得會 環島一定會瘦當 跟鐵屁股 對不對 什麼是瘦當 知道嗎 不知道齁 你有瘦當嗎 你直接動 就是 OK 所以瘦當 就是有一些比較 這個 比較 壯碩的人 大腿都很粗 對 因為不斷的騎車 他那邊就會摩擦 最後就 燙傷 那個不是瘦 那是燙傷 那叫瘦當 很痛 非常痛 對 但是 你卻持續在進行這樣的動作 而且不會停 直到環島結束為止 對 然後再來就是鐵屁股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你騎到會那個 屁股很痛 很像病人犯 所以為什麼車庫有沒有 有人有看過那個腳踏車的車庫嗎 比較高級的裡面有那個矽膠墊 你知道嗎 對 不為什麼 就是因為大家屁股做久就不會痛 那有些人那一層不夠 他還在買一個腳踏車的系列 要連跳上去 對 就 為了防止這件事的產生 但是 但是 呃 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 環島是超過10天以上 環島絕對超過10天 對 除非你一路不回頭 一直騎一直騎 不會那也太可怕 所以一定會有這樣的 所以 呃 你一定會有一個 清楚的目標目的 然後再來就是 在演講之中 你會做了一些肢體的行為動作 就是你有了清楚的目的 你有了這個梗 你有了這個身體的 這個演講的架構內容 再來就是做一些肢體上的一些設計 比如說 呃 我剛剛就說 你能想像的 烏龜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那時候你眼神還可以掃全場 對不對 就可以像月亮跟我講 開始掃正妹 沒有是不是 好 又是意外 對 你就可以開始看 你可以去跟有感覺的人 其實你在演講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下面 下面的聽眾 他有沒有感覺 因為其實你要掃過去看一下 就知道 對 你可以盯著他看 看他害羞 或者是 呃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用堅定眼神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 呃 人類在一些 肢體學上面 的一個研究 就是 當你的肢體 有所聚焦的時候 就好比說神父 你有沒有看過一些神父 在做一些禮拜 做祷告的時候 他很喜歡這樣 各位 阿門 神啊 什麼 對 他會覺得這是一個象徵 對 甚至於我們講這個 通俗一點 你如果出去玩 看到旅行團 一隻旗子有沒有 怎麼樣 那個也是 也是集中屬於你 所以 你的肢體 是一個 很重要的 表達的 工具 因為 我們通常演講 不是 除非是 那種什麼 那種セミラ那一種 他可能就是 那個 呃 セミラ那個要怎麼講 一些專業的學術發表 他就是講台 然後他就會 因為我們發現這個化學元素 真的很厲害 哦 都快睡著 他是站在那邊 但是通常演講 他一定會走來走去 他一定會走來走去 他一開始 他希望能吸引 第一個是吸引人的目光之外 第二個是 再次的防止 這個 觀眾會睡著 觀眾會睡著 因為其實 你不斷的走動 其實會增加 觀眾對你的互動 如果 再厲害一點 他可以走下來 他可以走下來 因為 他胖胖胖也在台上嘛 比如說 好 我就講那隻烏龜 雖然很寫心 但是還是要 我就走下去 如果我就 嘖 對不對 你能想像嗎 那隻烏龜 多麼的難過 對不對 這時候 你跟他有關係 旁邊的人也會有關係 也會有感覺 外面的人會覺得 嗯 嗯 就開始進行下一步 叫催眠 沒有 所以你的眼神很重要 眼神 記得是眼神 我們先從肢體 從眼神開始 眼神要記得去少你的觀眾 去少那些跟你有夠明的人 不要去少那個睡著的 或是那個眼神放空的 因為不是所有的聽眾 都知道你今天要來講什麼 就像我剛剛問大家 你知道你今天來的目的嗎 或是今天來的這個主題嗎 所以你要找到尋求支持 跟尋求供應 從眼神開始 從眼神開始 再來就是肢體 肢體 肢體剛剛有講到手 手也是 甚至你會有一些 道具 道具其實很重要 我們在這個 真正在做一些獎品的時候 如果你有道具是很重要 就比如說 你有產品對不對 產品當然一定要秀出來 除非這產品非常大 產品非常大 你沒辦法 要不然通常 你如果產品能拿出來 可以讓它 哇 再來 還有一個東西 可以控制觀眾 叫聲音 各位 我們要專注 在下一個議題 你的聲音的輕重緩急 溫柔 氣氛 或是感性 這些都可以去影響觀眾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演講 那個講演者 就有點像那個催眠師 他必須在他所有的環節當中 去把人帶進他的故事跟畫面裡面 透過聲音 肢體 眼神 或是他的任何道具 這個道具包含泡泡 因為現在大家很習慣用那個泡泡 對啊 但是就是看你這個演講的這個目的 像有時候 因為我自己長期帶同軍團 我們都會在營火的周邊 做所謂的營火談話 那時候不會有畫文光 你不會有什麼 你只能用微弱的這個火光 跟你的聲音 還有你的故事內容 去吸引孩子們 來聽這個故事 來聽這個故事 所以聲音 聲音當然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 還有速度 速度也是一種 速度 有些人講很快 尤其你聽廣播啊 聽廣播在講保險的東西之後 最後他不是 吸引孩子們 一定要遵守 有沒有 很韓國的帶過 甚至於你覺得 這個是很重要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以慢慢講 各位 各位 好 你可以去加重語氣 你可以去重複一些東西 讓 你 跟 聽眾 是站在同一個線上 你要把它拉進來 好 拉到好像 他是跟你同一陣線 當他跟你有共感的時候 你對 你就中了 好 再來 嗯 表情也是 好表情也是 表情 你如果 看過很多演講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真的好的演講者 他的表情是很豐富的 這個豐富有可能是 比如說這個 Steven Jobs的 沒有表情 沒有表情 也是他的一個 一號表情 也很厲害 好 那我們再跳通一點 那些 那個talk show的那一招 好 talk show那一招 那個 opera 然後 關鍵時刻 算 帥 可以算嗎 你看 如果美國表情最豐富的演員 以前是金凱瑞 嗯 對啊 smoke 對 他整個就把你拉進他的世界裡 那在台灣的話 就是替篩有玲瓶 對 溫溪 各位 如果 他們都是這樣去吸引你 去吸引你 要不然 其實這幾年 我覺得台灣 真的好的主持人 不多 不多 真的能吸引 對 像當然陶晶瑩是一個 那我覺得蔡康永也是 對 你們覺得台灣 近期的主持人 有哪一個你印象比較深刻 只剩劉寶傑 劉寶傑 劉寶傑 劉寶傑超厲害 他很會吸引 對 他 可是他前期跟後期的分文 完全不一樣 對 那次練出來 後來一直磨一直磨 嗯 連內容跟什麼之類的完全不一樣 對啊 他們那些人真的很厲害 他們就是 他們所有的這個 節目就是像我跟你們講的 這個 流程是一樣 他一定有誰梗 他一定有目的 對 他一定有 聲音道具 甚至於配角 還有助手 對 還有助手 寶傑的助手